西天波罗多罗燦 鲁直下吃一马居 踏撒天下人 应在鲁心不惜诉说 这个西天波罗多罗燦 就是西方第27代的祖师 他就是达摩祖师在上去 第27代祖师 他有讲这个句语 说那个怀浪的徒弟 有一个姓马 就是七族 马道义 可是有听过那个典故没有 就是这个七族在打奏 然后这个怀浪就拿一块砖头 去那个马道义 那个前面 打奏的前面 去抹 然后那个 这个马祖就问 怀浪禅师说 大师 你做 你抹那要做什么 他说我要做驾 抹钻 成见 点故就是这里 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那针要把他抹做驾 然后那个 马祖就说 那针要怎么做驾 然后怀浪就讲 说我魔砖没有办法成静 你打奏能够成佛吗 就是这样 就是说他打奏不能够成佛 所以道在心悟 岂在咒也不在咒 就是讲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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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